那么对于这份体操奥运名单呢 我们也采访了一下我台体操专项记者张杰来听听他的看法 实际上呢男队的名单大概在今年全国赛的时候呢就很明了了 很多人期盼的其实是女队的人选 就像男队这样正选五个人候选两队的名单 那么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出中国体操队对于女队的第五人有多么的纠结 像江源这样的全能选手 或者说谭思青这样相对全面的选手 女团的压力呢会小一些 在运筹上的人员的选择也不会那么吃紧 那么就我了解的情况呢 上周何可金入围五人名单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希望 她的加入呢其实是会让女团排兵布阵的变得比较吃紧 那么女团的压力会增大 但是呢单向上会有一些希望 不过呢就在上周末的对内的特事上呢 何可金的高低杠是失败了 所以呢她能不能挤进五个人的名单又被打上了问号 那么女队这次的名单并多 我觉得是有一些被动的 至于何可金 张预员 谭思青 到底谁能够成为正选 我想这个选念恐怕会一直持续到再牵扯 请不吝点赞 谭思青